记者黄美竹竹县报道,行政院长赖清德帅各部会下乡,与县市座谈落实前瞻基础建设计长赵二,零业务的列车,今天台底新竹县,除了县府团队,是三乡镇市长也统统出席,席间赖奎唱谈民进党政府目前已推动经济发展为最优先政策,会不分蓝绿跟地方携手合作,寻求台湾大好。 县长邱敬纯则表明他以小国大帮逐渐抢钱,钱的概念,希望各部会能多多相挺。 邱敬纯说,今天到场的部会首长至少有18人,比行政院院会汇报还慎重,他逐一点名内政部长叶俊荣,卫府部长陈时中客委会主委李永德,都是新竹县的常客。 邱敬纯还QT,了一下徐发言人,执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更是每个星期要来报到两三天,一有空就到来,所以徐发言人如果请假的话,院长要特别准,加强来的话就要带红包来,院长没有时间带的话就其他部会首长来,逗得全场哈哈大笑。 邱敬纯华峰一转说,新竹县提出且获核定的前瞻计划已有50件,近20亿,依照现在的规矩,地方必须搭配自筹款20%,他担心被中央弃重了,却拿不出自筹款,嘴巴想吃却吃不到,所以特别要求各局处长的预算控管20%,县府先内部自行止血,这样一旦获得中央弃重,成功了,就 可以马上置应,他说这种以小博大,用小钱换大钱的方式,他很会力争,所以现在另有35件,约33亿多的新竹县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案已替代省中期待获得中央的各部门长官多多青睐,随后,邱敬纯就把县府社会处替代以南方俊宁所画的Q版赖清德画像,亲手送给赖魁, 让赖清德笑得合不拢嘴,虎口厂长林志花则面交陈情书给赖魁,希望他支持新竹现在下届的国会能顺利多一席,但因中选会是独立单位,也没在场,赖魁只是收下并未智慧,关系政长无发人则不满,因遭到抗议而停摆的欲行街高价路 乔工程该何去何从,他质疑监委调查,一年多了,除了要求公所加强根本就不会有用的沟通,没有其他结果, 无发人希望行政院这边能讲清楚到底能不能开,要不要开,可以做的话,是不是要重新招标, 如果不能做了,那违约金等后续问题该中央负责解决,还是地方政府处理? 内政部长叶俊荣说,内政部会补助,就是支持促成地方道路的开设,监怨并没有禁止他们补助本案, 倒是要县府紧速决定这条路到底要不要开,内政部已请县府评估,要继续处理,内政部也不会束手。 县府社会处长李国禄则反映长召二,零中央是在去年6月3日公告实施,由于长召一,零转换成二,零时起副标, 准太慢公告又没有给县府充足的作业时间与宣传期导致增加民众的负担,希望中央可以正视。 县府表示,卫府部长陈时中说,他们会把地方面临的问题带回去重新研议,好让地方在执行上能有更多空间。 赖清德说,总统蔡英文推动经济发展有三个方向,也就是前瞻基础建设,发展5加2创新产业以及新南向。 而政院具体因应做法就是总预算过关,让公务人员乃至私人企业员工的加薪都成为可能。 其次就是前税,除了使税付制度合理化,也让企业更有心投资台湾,且让寿星阶级从中得到帮助。 赖清德说,一般寿星阶级的心思所得扣除额和身心障碍扣除额本来都是12万8千,现在都提高到20万元。 标准扣除额从9万提高到12万,抚养小孩的扣除额本来25000,现在提高到12万。 这代表一个薪水3万以下的劳工不用再缴税,四口之家,年收入在120万左右的也不用缴税。 透过加薪、减税,民众的可支配所得增加,消费自然增加,经济就会发展。 而第三个方法就是号召国内外的企业可以投资台湾,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正愿让劳动体制更加弹性,且松绑法令就是要让企业借有更大的空间投资台湾。 赖清德还说,我们正走在正确的路上,因为去年的经济成长率在前年预测,只有一点多百分之。 但是目前所知,去年的经济成长率渴望至少有二百分之五,失业率已降到三百分之六十六,是最近一二十年来最低的进出口的贸易额也都增加。 股市在万点以上都已经是半年以上的时间了,可见全体国人的努力已经看到了成果,现在欠缺的就是我们在家把劲。